5月24日,导演徐征在朋友圈里感慨自己和黄博有着同样的烦恼,即帮太多不认识的朋友录制结婚祝福视频。 徐征表示,婚姻不需要在婚礼上要到多少名人祝福来显示有面子,自己这些年录制了太多连名字都叫不上来的朋友的结婚祝福视频,不堪其扰,今后将不再做这样的事。 徐征微博说道,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,开始流行在婚礼上送名人祝福视频,有一些真的是自己的朋友,而有些我本身也不算熟识,只是认识,每年也见不到几次面,然后呢,他让我为他的好朋友结婚录祝福视频,我呢,觉得别人看得起你,喜欢你,不能博人面子,所以呢,录完视频发送出去,呈上美好祝福也无可厚非。 但我心里的真实感受是,婚姻是你们两个人的生命选择,未来的人生要你们共同成长,携手共进,你们的婚姻不需要通过在婚礼上要到多少名人祝福来显示,我认识他,看他的为我们祝福多有面子,来展现你们有多幸福,对吗? 有一次遇到黄渤,竟发现,他与我有共同的烦恼,比起我来,他是更不懂拒绝的一个好人,我们彼此分享了困惑并感慨,接客门槛太低。